好来看到15号的傍晚5点20分左右 花莲市商校街发生一起机车火警 一名流星少年竟然因为在家族群族里和叔叔发生口角 气不过就伙同友人提着汽油到叔叔家放火烧车 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全案遭警方依公共危险罪 含送花莲地方法院少年法庭 两名少年提着汽油来到花莲市商校街上 过没多久突然把腿狂奔 随之而来的就是传出浓浓黑烟 伴随着难闻气味引起周遭民众注意 机车被烧得焦黑仪表板也严重变形 这起火警案件就发生在15号傍晚5点20分左右 一名流星少年竟然因为在家庭群族里和叔叔发生口角 气不过就伙同友人提着汽油到叔叔家放火烧车 警方立即赶赴现场 索性火事已由周遭民众扑灭 经发现现场有可疑物证 本所立即请动鹰眼小组 发现本案系署人为众火 并锁定涉案少年身份 两名少年自知法网难逃 于案发一小时后由家长代致本所投案 索性这起案件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在犯案后流星少年及其友人 也在流星少年父亲的带领下 前往派出所投案 走警方依公共危险罪寒送花莲地方法院少年法庭 记者花莲市综合报道